一棒接一棒 继续光耀基隆 延续光荣 律法人蔡世英与基隆市议会议长 同主委分别送上包子及重子 给民进党基隆立委参选人曾文婷 祝福包仲高票当选 将接任曾文婷与赖清德 联合竞选总部主委的蔡世英期许 曾文婷人一棒接一棒 延续基隆光荣 赖清德赖总统候选人 事实上在基隆 也获得非常好的评价跟支持度 我相信在总统跟立委 攜手参选之下 基隆市民会一票投给我们的赖总统 一票投给我们的政委员 那我相信未来政委员 一定能够接棒适应 继续在立法院 为基隆来权益来做服务 所以他的竞选口号 基隆最佳利益政律上场 我相信就是最好的一个写照 那我本身也会来担任 联合竞选总部的主委 来辅选他们 那我也相信基隆市民 看到今天光他们 光郑文庭竞选办公室的成立 就有这么多的市民 来到现场来支持 那我相信 过去我们这几年打下的基础 郑文庭会继续承接下去 与党籍市议员一起祝贺郑文庭 进办成立的议长同志委 则强调 支持赖清德与郑文庭 是未来大基隆发展的最佳利益 赖清德出生在基隆 大基隆地区在万里 对基隆的发展非常关心 在行政院院长任内 一个月来三趟基隆就可以证明 那也给我们基隆非常多的建设经费 让右昌市长和市议立委 在过去的几年之间 让我们基隆大幅的翻转 大幅的改变 那我们现在要选的一个立委候选人 必须纵观全局 了解基层 了解基隆地方的需求 了解基隆市港再生计划 未来的发展 所以我们的最佳利益 就是总统赖清德 立委郑文庭 也很多乡亲来这边 在郑文庭的故乡 来这边来支持他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给多跟他的鼓励 更多的温暖 希望把他们送进国会 送进立法院 随着选战组件逼近 郑文庭率先在南海区 成立竞选办公室 希望向基隆市民展现参选 及必胜的决心 我想今天成立大会 是向所有的市民朋友 展现我们竞选的一个决心 也让大家相信 我们可以带领基隆 走向更好的未来 让政律上场 能够争取基隆最佳的利益 包括声揭 民进党中央党部发言人的 立委林楚英 乔委会副委员长阮昭雄 及立法院王定宇夫人 都出席力挺 呼吁基隆市民支持 守护台湾的民进党 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及延续基隆荣光的 新女力郑文庭 在我旁边的文庭 当了律师 二十多年之后 转战政坛 当时基隆市的市议员 现在我们女力大团结 希望展现 更优质的国会力量 为大家一起正直感言 所以也希望大家 如果觉得爱护基隆 希望基隆更好 那么我们就给文庭一个机会 还有支持者远从嘉义来参加进办成立 就是为了向这位长期关怀弱势 问证认真的平民律师表达支持 这问题强调 进入立法院后 除了持续推动 由前市长林又昌 与立法院蔡世英争取的 基隆捷运案 紧述动工完成外 也将向中央争取长者 免费自换能工关节等福利措施 照顾基隆长者健康 在基隆立委选情 沙发都的情况下 郑文庭率先成立竞选办公室 也为这场激烈的选战 正式揭开序幕 记者张启彤黄少民 基隆报道